在刚刚落我们的微博世界大会上 白鲁以其优雅动人的造型和超凡的身材比例成为了全场焦点 他所展示的姿态和魅力让人不由自主的沉醉 尤其是他精致的锁骨和完美的肩颈比例 愈发显得仙气环绕让人惊叹不已 白鲁的上身身材话题因此火速登上微博热搜 在胡同中白鲁仅露出上半身 就以其精致和灵动信了观众的众多目光 每一幅连拍都宛如艺术品让粉丝疯狂收藏 她的白皙肤色和细长脖颈 搭配上略微遮掩的裙摆 俨然以为丛装的女神净显高贵气质 不得不说这样子的白鲁真的好美呀 想必很多人都想了解一下吧 据细这次红毯上白鲁选择立条绿色深微香钻裙 让人联想到公主的典雅和威严 这样的穿搭展示出她强大的气场和完美身材 从头部造型到视频选择 白鲁展现出了自己与众不同的风格 公主头发型给她增添了一份柔美和高贵感 而钻石项链更是为整个造型锦上添花 特别是那条精致细腻 闪耀着光芒的香钻绿色深微裙 则使得白鲁成为了当晚红毯上最亮眼的存在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 都可以说白鲁在这次红毯活动中取得了超高分数 她以突出女性优势之姿态 站立于聚光灯下 通过时尚打扮宣告自己对于外界期望值 即审视对象所需提供内容有一个明确的秩序 女演员们总被放到各种标准化分类里 在追求完美外貌背后 隐藏着对其价值观念 判定结构 冠冕堂皇的制约与规训 然而白鲁却通过这次亮相挑战了常规的审美观念 并以自己独特的风格展现出女性力量 不得不说 她身上所散发出来的贵气和大气 却是令人贪为观止 这系列精心搭配的细节 无一不体现着白鲁对于时尚和美感的追求 当然除了外表上的吸引力之外 我们也不能忽略她在事业上缺德的成就 作为一个演员 在剧集中 她塑造了多个深入人心 备受喜爱的角色 并获得了广泛认可与赞誉 女演员们要面临更多层次化复杂 刻画形象需要 即透彻理解电视剧中每个角色行动背后 隐含意义 因此在红毯的活动上 展示优雅和高品位是非常必要 且合理的选择 正是因为她如此全方位的兼具颜值 实力和才华 才有资格被称作亲国亲城的大美女 也正是因为白鲁的这份才华和努力 在颁奖现场 白鲁不负众望 备受与年度号召力演员的荣誉 这不仅是对她作为演员吸引力的认可 也是对她扎实演技的认可 观众们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要在荧幕上再次见到她 特别是她即将播出的剧作 《北上白月泛星》 况且白鲁上塔领奖的 内身装扮也非常惊艳 为此就有网上传闻称 这么美的白鲁 罗云西不得看呆了 如果罗云西在现场的话 想必对白鲁一定会心动吧 甚至有网友猜测 罗云西会不会在屏幕前 时刻关注着白鲁的动态呢 其实小编也非常刻 白鲁罗云西这一段 从半生蜜堂半世商 到长月静明 他们两人的互动一直很甜蜜 尤其是近期有消息传出 古装大女主剧 直笔画青眼即将影视化 罗云西白鲁领衔主演 据悉这是继半生蜜堂半世商 与长月静明后两人的三搭 对于作为领衔男女主的 白鲁罗云西 在男女主之后 该剧还相邀了不少实力派 老戏骨和新晋人气演员的加盟 不得不说 龙云西和白鲁的配合非常默契 总能牢牢抓住观众的眼球 况且之前就网友爆料 娱乐圈男星龙云西和女演员白鲁 因其生情 且两人还被媒体拍到 私下单独聚餐 在网友拍到的视频中 白鲁和龙云西两人 并未做出过分亲密的动作 只是简单的聚餐 也许可能是因为在公众场合 因此没有太多的交流 龙云西则在拍浩一行 二人并非在同一个剧组 深夜收工后已经十分辛苦 还要抓紧时间见面约会 疑似被猜测正处于热恋期 每个人的感情都是复杂和难以捉摸的 也许龙云西觉得白鲁只是一个好搭档 没有必要深入发展 也许龙云西有自己的喜欢的人 不想因为工作而牵涉到私人的感情 尽管白鲁和龙云西 有那么多让外界猜测的事 但他们谁也没有捅破那层纸 这些也都是大家这么磕两个人的原因 当然最主要的是白鲁龙云西 狼才女貌配脸 首先谈谈龙云西 没想到她都已经35岁了 仍然充满了青春的感觉 因为她有一颗清澈透明的心 她在环境作为复杂的娱乐圈 力量了这么多年 养成了坚强的内心 坚定的信念和宽广的身材 身怀敬业 待人彬彬有礼 不卑不亢 尽力创造出独特的气质 她在小的时候就展现出一份风骨 要知道 龙云西从小练习芭蕾 还曾拿到过舞蹈界最高奖项和花奖 要知道 成功的花 她必然浸透了奋斗的泪泉 撒遍了牺牲的血雨 只是龙云西经历过的艰辛 我们不得而知罢了 之后龙云西在离开芭蕾舞 艺术殿堂后 走上了明星的演艺道路 可是明星道路坎坷异常 这也形成了她独特的精神气质 这是几千年来 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强调的一个词 气节 无论我们经历过什么样的屈辱和苦难 都将永远挺直身板 逆境魔刀 凌云处谦虚 这一生见证了傲骨情深 当然 龙云西也是一位拥有悲悯的演员 在她还没有大红大紫的时候 就热衷于公益活动 助理灾区 她曾给四川中心小学捐赠资金 还为四川中心小学修建操场 从孟云文小透明时期 就开始做公益 龙云西真的是人帅心善 这也是她最难能可贵的地方 因为傲骨 并没有使她变得尖锐和冷酷 只多是一丝清冷 叹息着世界的悲欢离合 不信 大家看她的眼睛里 是不是充满了温柔的慈悲 只是任何其他英俊的男人 都无法比拟的 仿佛一个仙子来到了这个世界 穿越世间万物进入星海 从此以后再也不敢看观音 董卿曾说 慈悲心肠是最珍贵的地方 它可以让我们时刻地方伤害 让我们知道什么是痛苦 就不会再轻易伤害别人 除此之外 龙云西还有一份灵动 这份灵动 源自于龙云西的少年精神 少年精神对小仙肉来说并不少见 难得的是 勒尽千辛万苦 归来仍是少年 他是个喜欢玩游戏的大男孩 这使得他的气质 又结合了聪明 活泼 没有成为娱乐圈的老干部 同样的 龙云西还是一位霸气的人 与他童年相反的 是龙云西狮子做的霸气 且日益享露 如果这种霸气是天生的 那么八年的跌宕起伏 和2018年夏天的网络暴力 让狮子暂时放下了爪牙 一年多后 狮子充实掌控全局的信心 在双十一表演晚会上 他穿上战斗服的那一刻 就已经回来了 我从来不是鲤鱼 而是一只想穿越龙门 织上蓝天的大棚 有野心 我相信我能靠自己的力量做到 这种单打独斗的勇气 特别是面对强大的资本 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 除了霸气之外 龙云西亦是一位优雅的人士 多年的芭蕾训练使他优雅自持 外表优美 骨子里修养很好 真的很有价值 所谓高尚的灵魂 既对自己怀有敬畏之心 这种优雅 即使他身陷泥潭 也没有丝毫狼狈 难堪 或许也是因为 他美丽的外表和风趣的性格 人们往往忽略了他 骨子里还是一个文学青年 因为热爱写作 他专门开设了西字如今节目 他热爱音乐 坚持做专辑 他喜欢摄影 喜欢看冬野龟吾的书 为歌迷们读诗 弹琴 当明星和偶像热衷于 在各种热门综艺节目中刷脸时 他精心制作了小受众的 微综艺节目 摩西先生家 只要是我认为有意义的事情 我就会义无反顾地去做 节目毫无保留地 展示了我的过去 不过文艺青年 很容易陷入自怜和字幕的境地 但龙维希 却有着青年人难得的责任和担当 无论是一开始默默无闻 还是现在有点名气 他都满怀热情地 为自己喜爱的文化 传播 做出贡献 所有这些 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罗云西 这么优秀的罗云西 真的就和白鹿 很搭很搭 优优独一无二的罗云西